哈喽朋友,这是Fork and Fish 域名系统,Dominance S等 是现代网络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几乎各个资讯类科系的学生 或者想要驾站的人都会需要碰到的领域 但是,当我们在设定DNS时 不管使用的是哪一家的DNS 设定完后可能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会真正成功的更新上去 因此各种DNS插权工具也应运而生 每一种可能都会有一些它的独到之处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DNS插权工网站 叫nsblockup.io 这个网站它的特别之处 在那界面特别好看 应该会说它的界面特别的图形化 各种记录它前面都会加上一些图示 让我们可以更快速 更方便的了解到这一条记录的一些内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输入我们所想要搜寻的域名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网域的各种DNS record 上方这边则只可以调整我们要搜寻的目标 以确保各个地区各个DNS都有成功更新 并且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图示 显示着那条记录所代表的企业 像我这边搜寻的是我的一个side project的网址 这个网域我是直接放在Cloudflare上 使用它们的DNS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在IP前面看到有Cloudflare的logo 将IP旁边的箭头点开 则可以看到更详细的DNS资讯 这边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其他网站所使用的DNS 我们这边先搜寻个brev.com 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Amazon的DNS 然后再来搜寻个学校 像是台中教育大学或中金大学 都可以看到它的DNS是使用台湾学术网路 往下看看到TXT record这边 这边应该可以算是最抢眼的 Neslookup.io将TXT record分成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为网预所全验证所使用的TXT record 像我这边因为有放入Brave创作者奖励 要验证网预所使用的TXT record 因此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非常抢眼的狮子头 至于并非用来验证网预所有全使用的TXT record 则是会放在下方的其他TXT record里面 不想要看到这么多图示 只想要看到纯文字资讯的人 也是可以在这个资料表右上方的设定里面 将纸显示纯文字资料的这个开关给打开 OK 今天影片都没说了啊 如果喜欢你们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帮忙按下转订阅和订阅 OK Tay Geising See you guys